建设移居城市 2019年,特区政府继续按照基本法和土地法 严格管理和合理利用特区的土地资源 以法处理已经宣告失效的土地个案 以宣告失效的土地个案共有73个 面积共53万平方米 以确定收回的土地 将友善兴建公共房屋和公共设施 明年,完成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初步方案 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亦会落实执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域利用与发展中长期规划 促进海域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发展 早日完成讨论楼宇重建业权百分比 为加快推动都市更新、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加快新城各区的建设 包括A区和E1区的设计和建造工程 B区政法区的设计 C区和D区的填海工程 公屋建设方面 除了加紧兴建台山社屋和望下社屋第二期项目之外 亦会全力推进万九后公屋的建设 新城A区将兴建二万八千个单位 分四期完成 首阶段七幅土地兴建约七千个单位 伟龙马路预计兴建约六千五百个单位 明年启动第一期设计工作 路坦西侧东亚运大马路 预计兴建约二千个单位 以开展土地处理和规划的前期准备工作 发电厂原用地预计可建一千五百个单位 以开展装基础工程 公屋申请方面 明年可望实现社屋行常申请 建屋也会重开申请 并提供四千个单位 在加紧高屋建设的同时 也会加快私人住宅楼宇的图则审批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